蹺蹺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虧子熊 除了躺椅 有沒有想到更好的休息方式在戶外 折叠床 行军床 还有我们的吊床 但是你看我们一望无际的海滩 没有树让你吊 怎么办 今天人熊哥为各位介绍这个 安妮马卡 它的这个行动吊床 我们来看哦 非常的轻 一只手就可以拿起来了 我们来看这里 它所有的装备呢 就全部在这里面 打开来以后 你再也不用为吊床要找树而烦恼 使用起来非常的轻松方便 熊哥讲过啊 设计好的东西 就是好用 然后使用起来一次就可以上手 这就是非常好的商品 看到没有 这是它的杯架 这个还有遮阳伞 然后这个是它的吊床布 你看它的整个骨架就这样子 哇 你看 比躺椅更方便更轻松 你看哦 这样子打开了 看我熊哥是想要侧边睡 可是我比较习惯这一边 所以你看 它的脚架非常的稳固 你看 非常的稳固 打开 我比较习惯往这边 这样 你看我们来看这个脚架这里 无论你的这个土 有没有歪或者是怎样 它都可以拉起来 你看 非常的方便 这是他们的吊床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哇 你看 这个布 哇 今天的风非常的大 我们在吊床呢 要什么使用 非常的方便 只要从这边拉过来以后 扣上去 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哦 这里 它可以 拉过来 好 然后另外一边也勾上 就可以使用 来看 非常方便 在这边就可以只用吊床 看好 不用担心它会破掉 太舒服了 熊哥感觉不够高 它这个再高一点 再拉高一点 直接拉起来 看到了没 不用担心它破掉 熊哥体重85公斤 你看 你看 哇 看到了没 太舒服了 比躺椅更舒服 收纳也方便 躺在这里 看台 躲在里面 躲在里面 又可能缩衣床 舒服 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怕太阳 它还有专属的遮阳伞 还有遮阳伞哦 而且是百变角度的 我们现在呢 你看 这边多舒服 啊 等一下我们在这里看夕阳 啊不对 它旭海没办法看夕阳啊 我们是看日出 这个吊虫真的太方便了啦 熊哥一致梦寐以求 有一款商品像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 它的这个 来看哦 来看 好 我们现在来组装 好 它的这个遮阳伞呢 已经弄好了 弄好以后 我们直接坐在这里哦 又可以遮阳 哇天啊 这功能性太强了 你看 哦 有遮阳伞 然后又有吊床 哦 太舒服了 哦 它这个遮阳伞还可以调整角度啊 但是熊哥想要晒点太阳 等一下呢 熊哥就带大家到旭海 看一下有没有海报 之前别人说旭海有海报在这里 虽然很久了 但是熊哥带摄影机下去看看旭海 龙虾之春 白天下去啊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好 现在熊哥呢 就带大家到旭海的这个 海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海报 好 go ok 拿着鱼叉下去看一下 go 对了 等一下你可以用那个鞋子 去海 爱人去海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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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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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